都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梦到回到老房子里 老房子依旧是破败的样子 虽然我已经尽力在维护了 但抵挡不住岁月的痕迹 往事一幕幕 一家人的欢乐 小时候在院子里玩的模样 眨眼间房子被拆了 变成一片片废墟 突然有个人冒出来 脸色苍白 眼珠子突出 就站在废墟上问我 为什么要离他而去 之前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画风转变 冒出这么个鬼人 人来 吓得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呼吱呼吱大口喘着气 凉嗖嗖的 窗帘不时飘动 窗子不知什么时候开了 我记得明明睡觉前是关了窗户的 因为怕受风 从小养成的习惯 无论多热 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窗子 而现在却是开着的 我踮起脚踩着地板上 关了窗子 看着外面漆黑的天空 冒出星星点点 而城市中灯火通明 哒哒哒 一阵碰撞的声音 我冷不丁地回头 什么都没有 一阵碎 这一阵碎 二阵碎